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玉璐姐 今天在市场买到比较漂亮的长豆 所以我打算今天来跟大家示范 怎么样做山姜豆 什么叫漂亮的长豆 你看像这一根 好 我们再拿这一根来比较好了 我已经把它分好了 像这个的话 大家看得出来 它还很细很嫩 那我们一般买的长豆是像这样子 你看它这个就比较抛比较粗 它的豆豆已经鼓起来了 那你就可以摸出来 它中间是软软的 这种做起来的酸姜豆 它就比较不脆 那你看这一个它还非常的结实 它是油气的 市场里面人家卖的酸姜豆 通常他们都会先去跟那个农夫 先订这一种 就是还没有很成熟的豆子 就先把它采摘下来 那我现在就把这边比较老的 这个拿去做菜 这个比较细的 我们就把它拿来做酸姜豆 长豆把它清洗干净以后 并不需要擦干水分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个瓶子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洗干净 也没有油就可以了 也不用一定要去就是把它 用废水煮过杀菌不用 因为我们等一下也是用生水来淹它 我用这个棉绳把它固定起来 这样等一下比较容易拿 就是放进去 要拿取的时候也比较好拿 先讲一下为什么肠豆会变酸呢 其实一般蔬果它的表面 它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物 包含像乳酸菌 酵母菌或者是黴菌等等 那它会变酸就是乳酸菌的作用 乳酸菌就是我们平常喝的养乐多 里面就含有非常多的乳酸菌 对我们的肠味道很好 那乳酸菌其实它是一种厌氧菌 就是它不喜欢空气 它要在没有空气的环境里头 它才可以大量繁殖 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把它泡在水里面 让乳酸菌没有空气 让它的野生乳酸菌可以大量繁殖 那有些人在这个阶段 他们会用汆烫的 汆烫的话 因为你把这些东西放到滚水里头去烫 乳酸菌它其实已经被烫到奄奄一息 不是奄奄一息 就是烫太久被烫死 所以它的成功率会比较低一些 好那我是用深水来腌制 那这个 这一瓶 这个就是水龙头直接接出来的水 没有煮过哦 我现在把它盖过来 这一个容器 这一个容器 它是两公升的容器 然后我现在不管水是多少 我就是把它加满 这样就是两公升 包含这个肠豆在里面 那现在要加盐巴 加盐巴的目击是为了要抑制杂菌 那盐巴要加多少呢 盐巴就是这个溶液 好这个溶液 两公升的溶液的 0.03 所以这边是2000公克 这边我加的这个就是60克的盐 盐不要加太多 但是你加不够 它也会发霉 好就这样放进来 放进来以后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它是艳氧菌 它不喜欢氧气乳酸菌 但是像上面有空气的地方 上面有空气的地方 它就会有氧气 黴菌的话 它就是一种耗氧菌 如果你让这个豆豆浮到水面上 那它里面的黴菌 它是耗氧菌 它就会发霉 所以我们务必把这个东西 就是避免它飘起来 所以我放了一个袋子 把它压着 让它不要飘到水面上 然后把它盖起来 这样就好了 乳酸菌它适合发酵的温度 大约是30度到40度之间 像现在夏天 气温大概都是30多度 好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摆着 不要去动它 放在阴暗的地方 就让它静静的发酵 好 那我们就隔5天之后 你每天都可以来 闻一下它的味道有没有变酸 好 那我们这样就先把它收起来 大家看一下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这个溶液的液体 已经变得比较混浊一点 豆豆也变得比较黄一些 代表它已经在发酵了 那可以把它打开来 闻闻看 这没有关系 你这样闻就可以闻到一些酸味 但是还不是很酸 如果这个阶段已经失败了 你就会闻到一个臭臭的味道 那你看这个袋子 我们是装了水 所以它才有办法把肠豆把它压到水里面去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肠豆上面的一些维生物 其实它们都是在互抢地盘 我们已经在第一个阶段 就是把这个肠豆压进去 让乳酸菌在没有空气的环境里头 大量繁殖 但是你如果怕失败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加入这个 这个是小瓶的养乐多 它是活性发酵乳 就是乳酸菌 这个时候你把它加进来 或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它加进来 那就可以让这个容易里面 就是迅速在短时间之内 让它变成最优势的菌种 这样子它就不容易失败 那我今天我不打算加它 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有这个方法可以用 然后我就一样把这个再加回来 一样把它压进去 尽量我们就是小心一点 不要碰到这个水 再把它盖起来 再等等 看这边 你看这个是什么 是什么 这是我的山姜豆 我们上一次看的是三天 这个现在是第五天 后面这两天 其实我就是放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是几度 今天31度 哎 有人看到31度 31度 31度 其实我们说过它的发酵的温度就是30到40度 这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去一个朋友家 他是客家人 然后他们的三合院 外面就放一个翁 就是放在他们的那个 屋檐下面 就是晒得到太阳的地方 然后就这样放一摁 然后里面就放酸菜 我那时候还觉得奇怪它这样不会坏掉吗 后来当我了解发酵的原理之后 我才发现哇 他们真的是太聪明了 这个现在已经 我刚才偷我能够超酸的 而且它的酸味好香哦 这个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开吃了哦 这个是节省发酵时间的烤方法 那为什么要盖一个不安 不要让太阳直射 这样太阳这样直射 紫外线太强了 对酵母菌跟乳酸菌都不好 好 那我们就这样盖着 给它盖着穿一个薄薄的衣服 好 我们晚一点再来处理它 肠豆是这个颜色 但是你在外面买的酸姜豆 颜色通常都会比较漂亮 比较金黄色 那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 这个叫做汁籽 晒干的汁籽 然后你把它泡热水 剪开 剪开以后它颜色就非常漂亮 它是金黄色 你再把它倒到这个溶液里面来 这样发酵出来的酸姜豆就会很漂亮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肠豆就把它切成小丁 肠豆在腌制前我已经洗干净了 所以现在我就没有再洗了 可是你在外面买的酸姜豆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再清洗一下 这边发酵好的容易 它里面已经富含非常丰富的乳酸菌 不要倒掉了 下次你要再腌其他的肠豆 或者是其他的蔬菜类 就可以直接把它加进来 放在常温就可以了 不需要冰 锅子烧热 倒一些油 猪脚肉先把它炒散 炒到猪油滑下来之后 直接用这个下面的猪油爆香蒜末 大椒 大椒 接着就把它搬拌在一起 加入一点酱油 米酒 砂糖 胡椒粉 稍微拌一下 接着把酸姜豆全部倒进来 快速翻拌一下 让它断生就可以了 这个酸姜豆我们在腌的时候 快有一些盐巴 但是我们自己加的不多 你在外面买的酸姜豆回来 你一定要试一下它的咸度 你才知道你等一下你在炒的时候 最后咸度要怎么调整 ok好 那我们就熄火出锅 哇终于可以吃了 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 大概我花了5天的时间 因为后面我是把它放在比较热的地方 那大家就要看自己家里的气温 如果天气冷的话 发酵时间就会比较久 那我甚至有听过电锅板的 直接放在电锅里头 把温度控制到30跟40度之间 所以一天就发酵完成了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先来试吃看看 这豆子还是蛮脆的耶 炒这个我觉得它就是 要带一点甜味 然后一点辣味 然后再加上这个豆豆的酸味 而且豆豆好香喔 再加那个猪脚肉猪油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白饭杀手 自己做 不用担心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其实还蛮简单的 试试看 那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谢谢大家